威逼利诱 普京借习近平唱起了双簧 北京早就知道普京计划却坐视不理 俄军兵分三路 扑向基辅 乌克兰总统率众高官现身街头 俄入侵乌克兰安倍罕见发出警告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2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Cherry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4日 下令进攻乌克兰 引发国际抨击和制裁 25日 普京在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通电话时称 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举行高层对话 中共官媒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也证实 俄方已准备好与乌克兰展开谈判 谈判地点是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但与此同时 俄军丝毫没有停止入侵的脚步 兵分三路扑向乌克兰首都基辅 普京最新还向乌克兰军队喊话 故意乌军倒戈夺取乌克兰政权 声称权力在手上才有力谈判 有分析指出 普京正在借习近平向外界释放烟雾弹 加快推翻乌克兰县政府的步伐 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5日 在发起入侵乌克兰的第二天 普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通了电话 在这次通话中 普京称俄罗斯愿意在有条件的前提下 与乌克兰举行高层对话 不过中共官媒的报道 没有谈及俄乌谈判的任何安排或细节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随后表示 普京根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有关议员讨论乌克兰不结盟地位的提议 准备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 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官员举行谈判 值得关注的是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当天在与普京通电话时 也没有将普京的行动定义为侵略 习近平只是强调 中方支持俄方同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并重申了中共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 就在普京通过习近平向外界释放 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同一天 普京却公开煽动乌克兰军队在基辅掌权 并推翻2019年民选上台的总统泽连斯基 法新社引述消息来源称 俄罗斯的目标是斩断乌克兰政府 用一个亲莫斯科的团队取而代之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宣称 俄罗斯希望将乌克兰人从压迫中解放出来 似乎证实了莫斯科要推翻乌克兰政府的目标 普京25日在俄罗斯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 对乌克兰军队说把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我看来你和我之间的谈判会更容易 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前 美国官员多次向中共官员提供俄罗斯增兵的情报 希望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进入组党 但一再被拒绝 如今美欧对中俄结盟的日益觉醒 随着乌克兰危机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纽约时报》25日报导 此前未报导的美中官员会谈内容显示 拜登政府如何试图利用情报调查结果和外交手段 说服北京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习近平领导的中共 如何在莫斯科计划进行军事进攻乌克兰的证据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人站在了俄罗斯一边 该报导引述美国官员称 三个多月来 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与中共高级官员举行了六次紧急会谈 美国人提供了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周围增兵的情报 请求中国人告诉俄罗斯不要入侵 每次中共外长和驻美大使在内的中共官员 都回绝了美国人的要求 称他们不认为入侵正在进行 该报导指出 一些美国官员认为 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名领导人 能让普京在入侵乌克兰问题上三次而后行 那就是习近平 据美国官员们说 去年12月第一次美中外交对话后 美国官员得到情报显示 北京与莫斯科分享了这些信息 并告诉俄罗斯人 美国试图挑拨离间 北京方面还称 中共不会阻碍俄罗斯的计划和行动 随着外交努力失败了 普京在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 俄罗斯支持的叛乱地为独立国家后 于24日早晨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 该报导指出 就在拜登与习近平去年11月15日 举行视频峰会后的几天后 白宫官员在中共大使馆会见了大使秦刚 他们告诉秦大使 美国情报机构发现的情况是 包括装甲部队在内的俄罗斯军队 逐渐包围了乌克兰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 已于11月2日飞往莫斯科 以同样的信息与俄罗斯人对峙 11月17日 美国情报官员与北约分享了他们的调查结果 在中共大使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中 俄罗斯的侵略是第一个话题 除了公布情报外 白宫官员还告诉秦刚 如果发生入侵 美国将对俄罗斯的公司官员和商人 实施严厉制裁 力度远超奥巴马政府2014年 在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后 宣布的制裁 美国官员表示 由于中国的商业关系 这些对俄罗斯的制裁 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伤害中共 他们还指出 他们知道中共如何帮助俄罗斯逃避 2014年的一些制裁 并警告北京 不要在未来提供任何此类援助 信息很明确 说服普京符合中共的利益 但美国官员的恳求无济于事 一位美国官员说 秦大使先生持怀疑态度 此后美国官员在大使馆和电话中 至少与秦刚就俄罗斯问题 进行了三次交谈 此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1月下旬和本周一 再次与中共外长王毅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交谈 本周三 美国官员在华盛顿再次会见了秦刚 并听到了他做出的同样反驳 数小时后 普京在电视上向乌克兰宣战 他的军队开始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 俄军坦克滚过边境 入侵乌克兰的俄军 在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 进行火箭和导弹攻击 以及空袭之后 步兵和装甲部队当地时间25日 已经分三路包抄到乌克兰首都新府的郊外 25日晚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通过其社交媒体 Instagram账户上传了一段视频 泽连斯基在视频中与乌克兰总理米歇尔等高官出境 泽连斯基等人通过视频向民众表示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基辅 我们正在保卫乌克兰 法广报道 在泽连斯基上传的视频中 出境的包括乌克兰总理米歇尔 总统发言人 总统办公室主任 和乌克兰最高议会多数派领导人 泽连斯基在视频中说 议会多数派领导人在这里 总统办公室主任在这里 总理在这里 总统在这里 他说 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社会公民在这里 我们都在这里捍卫我们的独立 国家将荣耀归于我们的保卫者 荣耀归于我们的乌克兰保卫者 泽连斯基25日稍早 还再次发表了全国讲话 他在讲话中呼吁世界领袖 对俄罗斯实施比西方国家已经宣布的制裁 更为严厉惩罚措施 同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泽连斯基说 如果你们现在不帮我们 如果你们不向乌克兰提供强大的援助 那么明天战争就会去敲你们的大门 泽连斯基说 泽连斯基已经宣布与俄罗斯断交 成立最高统帅部 实行全国戒严 以及为期90天的全国军事动员 泽连斯基曾表示 他被列为清乌俄军的一号目标 但他依然将留守在基辅 瑞典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森 早些时候曾表示 泽连斯基通过视频 出席了一场欧盟领导人会议 他当时身处的地方好像是一座地堡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5日 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仪式表示 此事预告了中共将如何对付台湾 对日本而言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 据报道 安倍25日出席了 在日本众议员会馆召开的一项会议 据日本时事通信报道 安倍在会中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仪式指出 此事预告了中共将如何对付台湾 从某种意义上 这对日本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前一天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24日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中表示 中共理解俄罗斯合理的安全关切 安倍就此指出 中俄外向会谈显示 中方对俄方行动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可视为是重大发言 24日 安倍与自民党总部举行的会议上 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并期待岸田文雄首相 能在同日深夜举行的支持线上峰会中 坚定讨论对此事的应对与制裁 对于岸田25日提出对俄追加制裁措施 安倍表示 一旦决定对俄实施经济制裁 就必须彻底采取实质性的措施 据共同社25日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当天在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 宣布针对俄罗斯军队进攻乌克兰 发动冻结和金融机构资产等 三项新的经济制裁措施 安田还强调 日本对北方四岛领土问题的立场不变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